张晋诚 李宗盛 童心动一动有没有比较好 活动一下筋骨 比较不太冷 比较不快要睡啊 对呀 我怕你们睡着的时候 我也跟着一起 我也一起睡 可以这样也行吗 真的齁 多谢啦 谢谢谢谢 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到 上一章1945年对不对 1941年的时候 美日太平洋战争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已经开打了 这样有没有重叠到 41年已经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45年的时候将台湾纳入为日本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时间点就会照旧台湾人 现在混乱的历史记忆 因为4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打仗了 那在打仗的时候咧 大家是不是逃命 混乱 整个世界就在混乱 那1945年4月1号 颁布明治宪法 1945年9月2号 那差几个月 那是不是只有差几个月而已 几个月而已 所以日本就战败了 投降了 所以台湾人会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台湾 这个领土是属于日本天皇的 因为它就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可是1945年4月1号 那一天颁布了宪法 明治宪法 那一天就是成为了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就是没办法改变了 不管它的时间有多长有多短 就像你去结婚 盖了结婚证书 然后身份证上面多了一个人 三分钟而已 然后呢 马上离婚吗 那也是要签条款啊 是不是 也是要签约啊 然后再去做一次三分钟 的那个 所以 他到那时候我之前有讲到 他没有完全没有做割让土地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一个条约 是有割让台湾跟澎湖给别国的 即使他战败了 投降 当初呢 麦克阿瑟将军同盟国盟军的最高统帅 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颁布的时候他要将日本 五马分尸 为什么要五马分尸 因为当时日本帝国 他很强大 是不是偷袭珍珠港 所以美国他觉得 日本五高 我不可以再让你崛起 所以我要把你分尸 当时日本他的领土里面 北方四岛就交由俄罗斯战馆 韩国 独岛 日本本岛由日本政府 琉球 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呢 他就交由蒋介石来代理占领 搞清楚是代理占领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主要战胜国是美国 他是不是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所以他是主要战胜国 他有权利来分配这日本的领土 所以他只派蒋介石来台湾占领的时候 是属于代理的状况 代理美国来占领台湾 为什么要派给蒋介石 美国那时候想 嗯 华人嘛 是不是会善待华人 语言上应该比较能够沟通吧 其实他的想法应该也是单纯 所以才这样做 可是因为美国他为什么不全部自己占领 因为那时候毕竟打仗他也是有受伤 而且他没有那么多的武力跟军力 来去占领所有的岛 所以他就分配 然后将日本整个文化无码分尸 怕他再次崛起 所以在1945年的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蒋介石集团来台 大家知道在蒋介石来到台湾 之前有两个月的时间 台湾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一个国家没有政府会怎么样 乱 有没有想要去抢全联 还是要抢银行 一个国家没有政府的状态会乱对不对 可是你们相信吗 台湾两个月无政府的状态 完全没有动乱 台湾自己成立了自卫队 巡逻 台湾人的人文素养水准有多高 有多高 两个月无政府的状态 他没有发生动乱 很安静的等待交战国的占领日 可是一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刚刚是不是有讲到文化差异性非常大 我们呢 蒋介石他集团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带来的兵啊 去杂货店买一个水龙头 然后从墙壁挖一个洞 然后把水龙头插进去 然后转开 哪没水 然后呢 那个水龙头拔起来 又去杂货店给他买 你骗我 你这是派起的 你们知道那个文化有差异有多大吗 他们带来的兵 包括他们的人 来到台湾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台湾怎么这么好 台湾人600万人每个人都很有钱耶 物产丰饶嘛 人口又不多 当时台湾每一个人都很富有 来到台湾口水都流出来了 做了什么 集体规划 强迫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当初日本来到台湾治理台湾的时候 他有给台湾人两年的思考期 你要做台湾 要做那个别国的人 还是要做日本人 他有让你选择 可是蒋介石并没有 他直接集体强迫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所以这是不合法的 是犯法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他要台湾啊 他想要将台湾归纳为自己所有啊 可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流亡政府他是不可以就地合法 他当时做这个动作 还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时候在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中华民国国民党 跟中国共产党在打仗 在中国大陆打仗 叫国共内战 他们自家兄弟在打仗 然后那个时期被美国指派来台湾代理占领 所以我要做什么 将台湾所有的物资搜刮 去资助我的国共内战 所以产生了物价通膨 把台湾人非常有钱 然后呢 开始 全部 375捡猪 跟着有齐田 4万块换银块 原本有钱的台湾人 现在是流落街头 饿死街头 那还不反抗吗 所以大家知道228吗 像我 我可能在我这个年纪 读书的时候 只知道228事件 可是我没有办法体会 也没有办法了解228里面 真正的故事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可是学了之后 学了真正台湾真正的历史 你才知道有多可怕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 大家有看到层层坡对不对 刚刚那个画展 那个人他就是从车站出来 然后莫名其妙就被绑起来 然后当场就在车站前面 绑就枪毙 很可恶吧 没有理由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做了这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之后 台湾人无法接受啊 台湾人当时有两万到三万的精英 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坚强的内阁 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政府 老师 律师 医生 博士 硕士 高知识分子 那些人知道 占领全国你有义务要协助 本土台湾人的人民 来成立台湾的自治政府 你为什么 怎么可以这样子强迫 我们规划成中华民国的国籍 你怎么可以做这些 违法的事情 违反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所以他们抗议 反抗 一不做 二不休 我把你们这些精英全部屠杀 这就是2228屠杀事件 他把你屠杀之后 接下来就洗脑 全世界历史上最长的 白色恐怖跟戒严时期 大家知道吧 38年又56天 没有这么长的 他做了这样子的洗脑 反正你只要有言论嘛 我也不让你有言论自由 你敢讲我什么 半夜你就没去啊 半夜你就没去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 现在的年轻人 或者是甚至在老一辈的 历史记忆都被抹掉了 所以要还原真相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不知道 以前的这段历史 重点的原因就在这里 都被杀光了 然后又被戒严 很可怕吧 与日治时期 当时的日本官员的 纪律严明高行政效率 是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 没法度 经过这样的事情 连美国都想不到 发生了一件 在1949年 10月1号 中华民国他战败了 跟谁战败 中国共产党战败 他自己自家兄弟打仗打败了 被赶出他的首都南京 当一个政府 他离开他自己的国土 首都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流亡政府 他失去了自己的国旗 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他能够苟延长传在哪里 台湾 但是他对台湾做了这么这么多 很可怕的事情 美国都不管吗 有 他知道 他也想管 可是呢 发生了什么事 寒战 这个事情啊 导致美国他本来想管 他没有想到 你竟然打输了 然后还成为流亡政府 然后台湾澎湖交给你管 你还管成这样 把人都杀光光了 然后做了这么多违法的事情 那他想要管 但是这时候寒战爆发 美国要反共 他自顾不想 非常的忙 所以他牺牲了谁 牺牲了台湾人 他没有负起占领全国 应尽的义务 所以牺牲了台湾 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 就这样 留在台湾 本来也有说 看他是不是要流亡到别国去啊 菲律宾说 三个月吧 那三个月 他是刚进去就出来了吗 就只有台湾没人管啊 台湾没人可以为台湾人说话 唯一能为我们说话的日本天皇 他刚战败 他也自顾不暇 所以台湾就是这么可怜的 被牺牲了 所以1952年的时候 我们签订了 旧金山和平条约 就是这一条 我朋友问我 第二条不是说 日本已经承认 朝鲜独立放弃台湾 澎湖的主权权利吗 但是他放弃的只是权利 就是管辖权 并不代表日本天皇 他放弃了领土主权 他没有说像下官条约 这个岛屿以东几度几度 这个土地割让给谁 并没有这样的条款 他放弃的只是主权权利 我们现在譬如 你在这个教师上课 这个土地有人的吧 那这个地主他不管事吗 然后可能民政府的人 我们这个讲师我们在管吗 是不是可以这样 那这个土地我可以说是我的吗 可以吗 不行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就这么简单的理解 他只是放弃了管辖权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土地权 所以台湾日暑 美战 会有人说 那开罗学研破资坦公告 日本乡书 这些东西不是都讲说台湾澎湖要还给中国吗 他们都这么讲 可是什么叫做单方面的认知 不是正式条约 他就像什么 小朋友在打架 有没有看到 这三个小朋友是不是在争这颗球 台湾 可是这个球啊 的发票在我的口袋里面 球是谁的 我的吧 我是不是发票在我身上 球是我的吗 你们抢破头 还是我的啊 还是我买的啊 那这三个人都说是我的 所以 这个都说是中国的 可是都是单方面的认知宣言而已 公告而已 他并不是正式的条约 所以我们依照什么 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及旧经商和平条约 才能找回台湾真正的法理地位 那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比较理清一下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 台湾以后很有钱耶 台湾人 你们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以后变产油股好不好 我们南海的石油是我们的呢 为什么中国不能踩 日本不能踩 美国不敢踩 中华民国也不敢开踩 因为他是属于本土台湾人的 只要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论 他就不能够踩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国际地位定论了 做产油股以后戴那个阿拉伯的那个帽子也不错啊 那也很好 对不对 非常美好 所以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争欺骗台湾人69年 到这一刻 你还相信 很多人应该会问吧 你们为什么不广告 有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我告诉你 因为啊 现在这个体制谁管的 中华民国管的 他叫做台湾管理当局 那我可以控制什么 所有的政党包括媒体 连你们的历史课本我都可以捏造了 我为什么不能控制媒体 我今天 民政府我说 三例还是什么 你帮我发一个新闻 他要不要考虑一下 我帮你发了会不会 会不会怎样 我帮你登报会不会怎样 媒体都是在他们的控管下 不是我们不发 我们即使发了 他来跟你踩 采访好了五分钟 剪接成两分钟 播上去之后 我们发现 哎 好像不对 你把我重点的话都剪掉了 我打电话抗议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给你下载 会否不 不会否了 已经不会否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不是不广告 不是不打广告 而是因为媒体都被控制了 包括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新闻 他总是播他想要洗脑你的东西 台湾人啊 你觉得有人会质疑说 我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已经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怎么可能还会有这种事情 北韩知不知道 那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还可以有北韩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他不是也把里面的人民都控制得非常的可怕吗 我们是不是局外人 局外人在看 很清楚啊 觉得很夸张啊 他怎么可以这样锁国 台湾人一样啊 国外的人在看台湾人也一样啊 你们一样被蒙蔽啊 为什么 今天你们出国玩 你会不会去国外查台湾的历史 不会吧 国外的历史啊 有228的记录影片 台湾找不到耶 为什么 这样还不被封锁吗 因为你不会去查证啊 谁关心台湾的地位啊 我就吃暖喝饱就好了 可是大家不知道 你今天关心了 你未来的生活可以过得很好 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 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捏造真相 我们前阵子不是选举吗 我们的颁奖师是不是有叫你们看你们现在拿的身份证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秘密的条码 有对不对 叫你们看说现在的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他是如何辨别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你是中国人 他考虑要不要让你一直做到一级长官 就跟当初陈怡他有效的将所有的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一样的意思啊 为什么现在就不会发生一样发生啊 对于他来讲你们都不知道啊 所以你拿着他的身份证去投他的人你就当做 你就承认说我就是要做中国人啊 我要做中华民国的人 可是他的土地拥有在哪里 他只拥有金门马祖耶 很少吧 你们想跟他回去吗 而且现在是多了一个地方啦 还有平坛 这就是69年来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他有听过一个故事吗 跳蚤啊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动物 就是跳蚤 他可以跳超过比自己的身高还要高100倍 那这时候科学家他要做一个实验 你把跳蚤放在桌子上 你打他就会跳嘛 你再打他也会跳 跳得很高 然后呢你就用一个盖子 把跳蚤盖起来 你再拍 他跳的时候就撞到了那个盖子 但是他也不是傻的 他说那我就跳低一点就好了 不要撞到就好了 对吧 你就将盖子越换越矮 他就越跳越低 然后一直到接近桌面的时候 你再拍他说 我不跳了你们神经病我用爬的 因为每次都撞到啊 那我用爬的比较快 就会产生什么 跳蚤不是不会跳 但是他为什么会变成爬蚤 嗯 为什么会变爬蚤 不敢啊 228事件 白色戒严恐怖 让大家不敢跳啊 现在大家都变爬蚤 可是我们要做跳蚤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中华民国他现在给你的 这样子洗脑的教育 你就是一直被他打压 观念 是你自己要去思考 人家跟你讲什么的时候 你要有办法理解 这个老伯伯他在跟年轻人讲说 你要去工作 以后就可以悠闲的看海 这年轻人说 你不要来给我吵 我现在就在看海啊 是不是 但是我们现在在跟你讲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是骗你的 跟你有关系 你要去做 对这个社会有意义 有贡献的事情 来救台湾 然后你就会回答他说 我现在是生活过得也不错啊 我干嘛要做改变 没什么没好啊 可是你不知道 现在的生活 不应该是台湾人 应该有的生活 台湾人可以过得更好 你还敢相信 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真相吗 来台湾啊 民政府上过课之后 你回去之后再看新闻 你要回去解读 你要知道说 你现在看到的新闻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一切就是政治台湾创造的 一连串的假象的展示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造假的 一直到什么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就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当时他是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那个原文书 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的原文书 堆到跟人一样这么的高 要是你们 你们读得下去吗 半年多足不出户 吃东西都要有人给他送 送来给他吃 有什么 他就是为了台湾人 要走出一条路 他从里面找到了 台湾真正的法理地位 是日暑美战 台湾没办法台独 为什么不能独立 土地有人的嘛 你要独立 你一定得先问过地主啊 我们可以寻求自治国 因为他也不管事了嘛 但是你一切还是要照法理来啊 照程序来啊 你要走另外一种方法 让台湾能够得到这样子 你所想要的理想世界 但是就是要照着法理来 所以当初2006年 我们的秘书长林聚生 他带领228名 228受难事件的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他说 我跟你说啊 我知道你跟我骗了 你现在啊 应该要履行 你占领全国的义务 你要协助台湾人 成立属于台湾人的平民政府 一开始当然 美国会跟他讲 政治问题打回去 我们为什么要买军购 我们真的需要军购吗 我们那些军购 那么多几兆那些钱 就是政治利益啊 是中华民国说 你再让我多留一点时间 所以美国当然 很多的问题情形下 他不想理你啊 可是我们秘书长 他非常坚持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 这就是 你们没有国籍知道吗 没有国籍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嫁给了一个飞佣 我就变成了 女飞佣 所以 没有国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这样子跟你自身 有没有窃窃的关系了 所以台湾人现在是在流亡政府 的管理下 流亡政府在国际间 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台湾为什么国际地位 一直没有办法定论 台湾为什么不是一个国家 是有原因的 2009年最高法院他受理本案 首次向美国征服者依照国际法 战争法旧经商和平条约美国宪法提出高速 在8月6号 2009年8月6号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 宣布放弃抗辩权 表示说 你知道我知道我给你骗 然后我放弃了 表示你们说的都是正确的 都是真的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2009年10月5号 搁置本案待审 我们这样算不算告瘾了 他已经放弃了嘛 放弃抗辩权 可是为什么要搁置 美国说 好啦 你化痕啊 赠权还给你好不好 好吗 那你有人吗 你敢有人 可以接掌政权 没这样 当初台湾有600万的人民 然后中华民国来接管 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是带1000名的公务人员 1比6 现在台湾有2400万人民 那我们要多少 4000 那有公平吗 我没有要求你多嘛 那我就照当时的比例 你训练4000名的公务人员 这样我就把政权还给你 所以接下来 大家都是公务人员 执政之后我们会很忙耶 台湾人全部都一握风 来办身份证的时候 这样就没人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 在做的事情 我们完成了公民权利法案 这张身份证 现在还没有去办的 赶快去办 我们1月1号就全世界通用了 现在还有旅行证件 等到你 身份证旅行证件 请说 是 当然有啊 证明的话 我们后面的讲师 还是说我们的资料都会有很多 可是因为这边 我们初级班 所以没有提出这么多的证据 但是你要讲 要看的那些东西都有的 我们也有机密档案 所以没有办身份证的 赶快去办 这张身份证很重要 我们的身份证上面写什么 现在大家拿的那一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正常的国家上面应该写什么 公民身份证 而且有台湾 并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没有办的赶快去办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 大家看得懂吗 这个图是不是常常看到 上面有台湾吗 台北 然后呢 这个一直代表台湾 然后出去奥运 去很多地方 但是台湾人不觉得奇怪吗 没有台湾耶 可是奇怪 也没有人要去探究为什么 可是明明你就是台湾人 为什么都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国家 没有管道 现在要管了 所以你看 有很多讯息的 裁军废止案 平坦岛 国共和解 它代表了什么 上网Google都猜得到啊 裁军 一个正常的国家要裁军吗 它不需要军队来保护你们吗 需要吧 为什么要裁军 因为我们 对 我们告以美国了 美国说 他就跟中华民国讲 有人话很难 要怎么 你是流亡政府 你必须降为自卫队的国军的国力 因为流亡政府啊 在国际间如果拥有超过12万人以上 他就会在国际间称为恐怖组织 所以他必须裁军 将他的军队下降到自卫队的范围以内12万人 那这样子他们在裁军 以后看新闻看得懂了吗 为什么要裁军 都是不合逻辑的啊 那些立委啊什么的 他们知道台湾真正的地位吗 不知道 才会吵 上网打废止案 行政院废止案 大家知道吗 不是只有一条而已耶 是一打了 是啪啦啪啪啪啪啪一堆 全部都是废止的 因为代表他要走啦 然后你随便一条点进去 国防部军医局组织条例废止 这是网路上都查得到的事情 这就是事实 平潭岛呢 大家有看过这个新闻吗 是不是新闻报得沸沸扬扬的 然后说 那平潭岛 然后要复制一个台湾 为什么要复制台湾 住了69年 素西呀 可是呢 有没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好奇怪哦 我爸爸 他是一个政治狂热的人 可是呢 他就不太相信 台湾民政府所讲的法理 然后呢 有一天我看这个新闻 我就问他 我说 爸我问你哦 为什么啊 台湾人啊 可以去平潭岛当官啊 为什么 结果他就转过头来想一想之后 他就说 因为哦 我也觉得奇怪 他回答不出来啊 他也感觉怪怪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可以去当中国的官 怎么可以 所以看得懂新闻了吗 我们只是看到 哦 一个小渔村 然后在几年内 发展成这么漂亮 建设台湾用什么建设 何能 继续盖嘛 啊盖他们的家乡咧 风力 水力 环保 做得多漂亮啊 那台湾的建设 啊就一样啊 嗯 对 拿着台湾人的血汗钱 去建设他自己的家乡 还挖我们的人才 有没有搞错 是不是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有办法保护 本土台湾人吗 越南大暴动 的时候他可以干嘛 发帖子 我是台湾人 这样 就不会有人打你了 他只能做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太阳花学运呢 是不是在反 服帽 可是大家知道吗 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心痛 为什么 他们签ACFA 签服帽 请问一下 跟你本土台湾人有关系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大家有去看过里面的条款吗 里面没有台湾两个字 那个叫做国共和解 刚刚是不是国共内战 国共和解 顾名思义是什么 自家兄弟在和解 对不对 他们自家兄弟 签了和解之后 撤退到平南岛去 跟你们本土台湾人 有什么关系 你要去抗议 然后被冲倒在地上 这就是重点 这就是我们本土台湾人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去关心的事情 所以现在会看新闻了吗 要会看新闻 要会解读它 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最重要的历史观念 一定要去导正 从一开始讲的 整个台湾的历史 都是有文献 有机可循的 但是因为一直被封闭在台湾 所以你的观念 一直没有办法去导正过来 你一定要先改变你的观念 行动 习惯 你的命运就会改变 以后大家都穿阿拉伯的 做残油国的人好不好 好嘛 所以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了 只要天使们能像黑手党那样组织起来 大家有没有觉得 黑手党应该是很厉害的 欧郎就很厉害 可是天使们为什么就比较脆弱 因为不团结 我来到台湾民政府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那是一个使命 大家有想过一点吗 应该没有人想过自己 可以在历史流明吧 没有人想过自己 可以为台湾 或者是为这个社会 做一点有意义 有贡献的事情 现在大家有这个机会 大家要觉得热血澎湃 要有那样的感觉 以后可以做什么 台湾啊 我是国土交通省的 台湾现在的水土保持 你看清净的官商勾结 然后只要水灾的时候 就整个冲刷下来 以后要不要好好规划 让台湾脱亚入欧 像欧洲一样 成为一个就是环保 然后绿能的国家 建构一个真正美丽的FORMOSA 是不是很好 这就是你可以拥有的使命感 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做 我觉得是很棒的 所以只要天使们 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就一定能够达到 这样子的理想世界 好 今天的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